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,柳晨为您播报新闻 肯塔基校园枪击案造成一死疏伤,请看相关视频 周二上午,有人在肯塔基州农村一所高中开枪,造成一人死亡,至少有6人受伤 警方说,嫌疑人已被抓获,学校被封锁 枪击事件目期者米切尔·加兰说,当时有100名儿童跑出了米切尔省高中求救 6辆救护车和许多警车聚集在学校,带着冲锋枪的军人也出现了 得到消息的家长拼命想找到自己的孩子,家长的汽车挤满街道 肯塔基州警方目前还没有透露更多关于嫌疑人的信息 马歇尔省紧急管理部门的达林林恩表示,伤者和死者已经都由直升机送往医院了 马歇尔省高中距离肯塔基州帕迪尤卡西斯高中约30分钟 1997年,那里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枪击案,造成3人死亡,5人受伤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